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繼續來收看 我要自成來收看第四單元 用手機拍婚宴,結婚婚宴跟訂婚婚宴的照片 一樣要分享之前 要請各位朋友多多敬我的粉絲專頁 對我的商品支持 另外呢,可以的話也針對我的商品多多給我分享出去 謝謝各位,謝謝朋友 好 各位朋友,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出門都時常手機不離身 那麼去參加朋友親戚的訂婚婚宴或是結婚婚宴 多多少少會拍幾張照片 那麼你如果想拍一張比較好的照片 先來跟各位補充一下 之前我為各位朋友介紹 如何選購 手機 或者是在拍照的功能方面 然後今天先來補充一下 如果朋友 你準備要換手機的話 建議你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是做一點功課 我在這邊就直接講一個重點 在我們的手機 自拍叫前置鏡頭 建議你要買的時候 注意一下這個前置鏡頭的拍攝角度 要超過90度 越大越好 但是目前來講 大概只到120度而已 拍攝角度大概120度而已 120度有一點算是夠了 115度以上 110度以上就OK了 那千萬不要小於90度 小於90度 人拍起來就大概只能拍拍人 那麼你要拍旁邊的景物就沒有那麼多了 那最理想的就是當然115度以上 最理想 但是如果已經換了 或是你沒有那麼那麼要換手機的話 那怎麼辦 90度也沒有關係 現在我拿一個東西 讓各位朋友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在三星賣場都有賣 這是鏡頭的補助工具 它是一個廣角工具 這個你可以 用在前置鏡頭 你的主鏡頭可以不要用 用在前置鏡頭很好用 當你拍攝的角度不太夠的時候 用這個 來補 來 擬補 你拍攝不足的角度 我現在做個示範給各位朋友看 我來用我的畫面 這個畫面 比較明顯 來 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看見 不太一樣 再來一次 它會自然而然就擴大了 所以當這畫面放在前置鏡頭 自拍的時候 就可以把你不夠的 後面的景深呢 拍進來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在三星賣場 請找一下 自拍器的補助鏡頭都有 價格不是很貴 一組大概有三個 好 當你到去參加訂婚婚宴 或者是結婚婚宴的時候 不自然都會想要拍照 像拍前面這樣子的一個畫 一個畫面 第一 你要拍的時候 因為這種畫面 不會去等你的 他不會去等你的 你的親戚朋友 想要讓你拍 他只能將動作放慢而已 不可能停頓在那邊的 所以呢 你要拍照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幾點 第一 還沒拍之前 先取著現場的光眼一張來看 不管怎麼樣 是亮還是不夠亮 也就是說太暗還是太亮 先調好 第二 建議朋友 如果你不是很厲害的 拍下那一張是OK的話 建議朋友 你要調整在 連續拍照那個功能 連拍功能 好 這樣子 第三 再來就是看 就是 站到正確的腳的位置 現在來說的話呢 齁 你的親戚朋友 他們 他們 都都會請 一些專業人士來拍照 齁 所以基本上看專業人士 拍照的腳的位置 那肯定是OK的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 先去取得 專業人士會站的位置 這就是 你能夠預測到的 那麼基本上 專業人士因為大家都很開心 他也不會去趕你的 但是專業人士到拍照 他會待的比較久 而你拍照的話呢 當然拍了就走了嘛 但是你也不 不想要說拍出一張 失敗的照片 所以 你就要記住 我剛才提供你的意見 先現場 先拍一張 然後呢 拍完之後 調好 現場的亮度之後呢 想好現場的亮度之後呢 改成聯繫拍照功能 當然啦 現在很多手機啊 都有錄影功能 你也可以用錄影的 但是錄影跟拍照不一樣 錄影就是那一段啊 那一段啊 可是你想取得到中間 一張你很滿意 想把它當成桌面的話呢 錄影沒辦法嘛 所以還是得拍照 拍照 所以就要用聯繫拍照功能 再來就是站著角度問題 你可以先站在你的角度 你可以先站 先拍 那麼專業人士他會站在你後面 第二種就是 第二種就是說 你可以站在專業人士的後面 來拍也不錯 這個就是叫做 站著位置 那麼有另外一種的 像這樣子的話呢 他從這裡喔 這個也是從這邊走到這邊過來了 這個叫做動線 動線 所以 你 你可以先知道 你可以先知道 他們會怎麼樣子走的動線 然後距稍微有一個距離 就這樣子邊拍邊拍邊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的畫面 絕對不會等你NG的 專業人士在拍也是知道 不可能會NG等你的 一樣那句話 只會稍微慢慢一點而已 這個是我拍過的經驗 手機就是要調整到 連續拍攝的功能 那單眼的呢 也一樣 你要先調整現場的光源 OK之後呢 當然你要適當的去調 去調到應該有的速度 這個專業人士 常常在玩的 就知道大概用 用多大 但是專業 但是專業就差在一個 閃光燈的速度 過不夠快 充電 當你拍完這一張 下一張 夠不夠快 就是看專業人士 你們自己的判斷了 我們這邊只分享手機而已 這個也是 那麼這個呢 想想看喔 男主角 基本上是配合 配合拍攝的人 這個畫面一樣 你也不好叫男主角女主角 就永遠裝成這樣子吧 所以一樣 一樣 一次就要搞定了 那麼一樣 就是剛才我所建議的那些方式 那個步驟你要先做好 才有辦法拍出這樣子 一張成功的照片 一張成功的畫面 然後呢 這個呢 都是要站對位置 這個來講都是要站對位置 這個呢 是他們兩個人配合等你拍 那這個呢 基本上你要站對位置 你要站對位置 來拍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畫面 好 好 這都一樣 看到這樣子 這都是要你要先調整 不同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你要先調整一張 一張 因為這種畫面非常重要 歷史性的 你要先調整一張 你要過去拍之前 你要先拍一張現場的光影畫面 調好 然後來呢 調好要拍攝的功能 然後 然後呢 去站好 對你有利的位置 好 大家都是一樣 大家都會想要拍 那大家就 你們就是去站好 一個 說明白一點 第一 你如果有經驗 如果懂得怎麼站的話 第一個人站的位置 最為有利 最為有利 你如果有辦法 說比專業人士提早一步 去站的那個 最有利的位置 那個你就是厲害了 先站 先贏 要拍好這樣子的畫面 先站先贏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想要拍的話 就要這樣子的想法 先站先贏 不要去管 不要去管說專業人士 他也會讓你先拍 他也會讓你先拍 那麼 你先拍的話 專業人士還沒有拍 當然 主人家會等 會等專業人士拍完 那專業人士也不能 讓人家等太久 所以這個是 這個時間的拿捏性 就看你自己了 這個都是一樣 我故意挑幾張這種 輕輕的畫面 就是這種不會NG的 不會NG的 他只能在那邊等你 但你也不能讓人家等太久 不會NG的 這是一定要一次OK的 好 接下來呢 分享一下我以前的照片 這個我是從網路 因為要詳細說明 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先從網路 網路下載一些照片 供各位朋友做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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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朋友耐心等候一下 太久了,我的東西已經消失掉了 好,這個畫面 好,這個畫面 好,來 因為這個侵蝕到 侵蝕到肖像 我就只能用這樣子,我就不放大了 這個是我之前 現在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是我之前用單眼相機拍的 用單眼相機拍的 再來這個 等一下,讓各位分享一下 好 好,當時因為沒有想很多 只是隨手拿起來拍一下而已 所以沒有特別針對位置去做考量 這個呢,是我表妹結婚的情況 就是有站稍微前面一點 也一樣,一樣 我也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去想 特別去想說我要怎麼拍 所以拿起來就拍了 拿起來就拍了 那當時的心情就是做個紀錄而已 做個紀錄而已 但是我呢 我不管怎麼拍 錄影 我的手機拿起來 一定基本上不會晃動的太厲害 不會晃動的太厲害 你看 這邊呢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結婚進行期的畫面 基本上的話 在參加婚宴 應該各位都會很容易了解 新娘、新郎要走進場的一個動線 那這個動線來講的話 你不要走得太近 你要稍微有點距離 然後利用手機來拖 先從 先從最近的 先從最近的畫面 放大畫面 然後慢慢說 慢慢推遠 慢慢推遠 推遠到比較遠的地方 為什麼呢 先從最近的就是 看看新郎新娘的表情 然後慢慢推 慢慢推 慢慢推的遠 就是去拍攝 現場的一個光線 跟現場的一個氣氛 把它拍攝起來 所以你可以站在遠點 利用手機的縮放功能 來推 從最近的慢慢推到最遠的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拿好不要動 這樣子的方式來拍攝的話 會很穩 會很穩 一兩分鐘就夠了 不夠的話 就繼續所謂的追蹤 很多攝影家就是 如果你看到他的鏡頭會動 會跟著主體動 那叫做追蹤 追蹤錄影 追蹤攝影 好 這個畫面也常常會有人去拍 這個站的角度都很重要了 你也不可能讓你站到最前面 用錄影的方式的話 今天來講的 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拿 拿得很穩 不會震動 第二呢 這個畫面 每個都是主體主角 他們會走來走去的 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學習 你看到電視的畫面 他們會動 會動 其實就是跟蹤攝影 你要去跟著主體主角去動 你不要管其他的現場環境 你就跟著主體去動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看起來就很順 很順 然後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從某一段 從某一段的影片裡面 去看 從頭到尾 的一個 內容 錄影基本上 你要拿著穩 你要拿著穩 那怎麼樣才叫做穩呢 就是你的眼睛去盯 去盯這個主體 你的眼睛跟你的手 要成一致性的 要成一致性的 你的眼睛沒有動 你的手就不要動 你的眼睛在動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眼神跟你的手臂 就要同時間的動 移動 好 好 好 因為是用電腦的嘛 各位朋友都看到 都知道嘛 好 那麼 結婚 婚宴 跟訂婚婚宴 今天就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朋友的觀賞 那麼請朋友 讓我們 下次再見 再見 請朋友期待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再見